中途爱心意刷是由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 和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共同组建的一个新的印刷企业 那么它正式成立于2015年的7月1号 最主要的业务发展方向 是在按需印刷 特别是出版按需印刷方向 发展自己的业务 那么目前公司的所有员工 共计有100余人 主要是做文件印钱处理 数字化 那么印刷生产 以及物流服务等各个环节 准确地讲 我们是双方向发展 原来的传统印刷 我们继续保留 那么我们只是在传统印刷的基础上 增加了这个数字印刷 那么也是适应这个 现在整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那么为这个真正的POD印刷 打基础 那么数字化印刷呢 是整个印刷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 那我觉得中途在这些 在这个方面呢 非常有眼光 很早就开始做这个数码印刷的这个策划 那么到去年开始 我们正式进入了实施阶段 为了引进这个数码印刷设备 中途这边做了大量的工作 比如说调研测试 那么这个调研呢 分国内国外 一方面呢 和设备商去座谈 了解设备的技术 了解设备的发展情况 那么同时呢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走访用户 那么从国内国外的很多数码印刷企业 进行了这个走访 那么通过认真的比对 那么来选择自己的这个印刷设备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中途呢 也是自己做了大量的技术调查问卷 那么跟这个所有的这些 在中国有销售的数码这个厂商 进行沟通跟交流 最终呢 选出了自己心仪的设备 我们是非常有信心 第一个呢 这个设备的这个印刷的品质非常好 那么我们也对这个经过安装调试呢 我们现在已经实生产 那么做出的这个书来 首先我们自己比较满意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找了很多的客户 为他们这个制作和提供了样书 从目前客户对于这个机器印刷的品质来讲 大部分都是非常赞赏 很多的这个编辑和这个专专业人士 对着品质是能够认可 也能够接受的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在彭某轮转里 的的确确是值得称道的 那么原来呢 我们主要是定位这个机器呢 是做图书 后来呢 我们也是尝试啊 这个打印宣纸啊 让我们很意外的打出的宣纸呢 这个色彩精度都非常好 特别是宣纸呢 它讲究它的还原性 特别是做一些复制品 做一些这个古籍扇本 那么它对于色彩的还原性要求很高 那么这个机器打出的宣纸非常好 因为它这个喷头的技术 和墨水的这个优异的品质 保证了我们打出宣纸 平整色彩还原也非常好 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意外的收获 我们将把这个技术呢 应用和推广到古籍扇本的复制 为广大的出版企业呢 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从这个我们安装以后 这个培训啊 以及这个服务啊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是非常满意的 那么我们对未来的这个网评的这个服务 我们也是很有信心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个人 我们来看